上下五千年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欢迎来到千灵天下 我是关义谦 今天要讲的是 红海董事长刘扬伟的前世今生 唐末诸温 杀唐昭宗 废唐哀帝 自立为帝 史称后梁 唐朝王后 九个节度史都自立为国 形成了五代十国 班正行的朝代 后汉开国功臣 枢密史郭威 是后汉高祖刘之眼的 顾命大臣之一 刘之眼崩后 其子刘承右继位 视为后汉影帝 但是 众臣扬兵 总基正 却暗中辅佐刘之眼的养子 刘英为帝 郭威护少帝 刘承右 逃离刘英的追杀 影帝的替身 死于追杀中 郭威的家人 及奴仆 也被杀 后汉影帝 改名为财戎 成为郭威的养子 财戎 一路隐姓埋名 百贪算命 往亦赴郭威 营中奔去 此情此景 正是目前 关义谦讲座的 前世今生 不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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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我 词 挤士兵了多久 川晴晴 也很容易 積極了 把她的桂啊 在你的桂 她的小仙 她 我 我 我就 那 就 我 有 我默默是这些这是我默默的 我默默的水是在这边的 在这里的 我们上去 我相信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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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默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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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默的 dj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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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愿听先就指点 客官 尽管北上偷军 与孤而止 大力便是客官腾飞之地 与孤而止 与孤而止 将军事 我是算卦先生 你怎么这事打了 我是柴蓉 郭大元帅 那是我的义父 是敬是敬的 此段赵匡应问世才容 正是当年国民党败走 毛泽东与郭沫若去拜访 以鬼姑子传人问虔诚的 虔诗今生 那位高人正是躲在一茶盐的 摄政王宰峰 化名罗阳渡 宰峰正是财荣的 转世 本帅 本帅听我而言起先知 难以大智大勇 仗义输才的豪杰 现如今 你们结拜为 一兄一弟 归到本帅长相 本帅是荣护天意 大帅 谈着王毅将军派小人送来密信 大帅 何事 诸位 敬忠有变 敬忠 敬忠奸臣 肃风急 谨禅言杀害了史阳二公 还杀害了我和王兼军的满门 叛马来报 说皇上已下了密诏 还要杀害我和王兼军 大帅 还等什么 不如杀进京城 废了昏军 本帅一下令 全体将是杀回东京 昏军无能 奸臣当道 理应回京杀了昏军 皇帝有他做的 也有我们做的 副帅 不如就当个皇帝 怕他什么 杀回 王豪嘉身郭威建立后周 直后周太祖 周王曹兵是后周太祖 郭威张贵妃的外甥 后汉时曾任陈德军衙将 曹兵言以至军 由众军纪 后周时受到侍中财荣的赏识 曾先后上任同官监军 奉召初始无业 四方管事 靖州兵马都监引进时 财荣在位六年南征北战 西拜后蜀 夺起秦奉承接四周 南崔南唐 靖德江北淮南十四周 曹兵均伴随着四周左右 公元九百六十年 赵匡印的进军 发动陈桥兵变 勇立赵匡印为皇 视为宋太子 周公帝财宗训 善让地位 后周王 赵巴赵光与 开明当下来 赵公寓 此段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上位的前世今生 溥仪就是周公帝财宗训的转世 摄政王载风就是后周世宗财荣的转世 其实财荣事先获知赵匡应有恶心而诈死 赶回开封府时已晚只好坐回开封府府尹 尹身埋名成为包青天包整 曹兵也只好变身永利大宋王朝 宋太祖建隆二年曹兵转克神使 与王前兵郭靖领布齐万宜人攻岳平县 祥北汉将王朝侯霸荣等一千八百人 太祖钱德初改任左省武将军冲内省克使 钱德二年率今灭后属以不滥沙著称 曹爱卿 臣在 此次平属 你们东陆军不但所向无敌 而且军纪严明 这都是你这个监军尽职尽责呀 陛下 臣不过是奉赵行事 不必过讲 王前兵等人有负重瓦乱杀无辜造成大乱 还是多亏你们东陆军才得平顶乱兵 其功甚大 臣要重赏你们 北陆军有功在前 先入成都 如今北陆军诸将都已获罪 陛下若只赏我等 臣不敢受之 不 有罪则罚 有功则赏 这是天经地义的 曹爱卿 功大而不自傲 是让朕 佩服 如果我朝大臣 皆如爱卿 朕心何有啊 如此臣谢陛下 哈 听说你回来时 行李中只有衣物和书记 这倒是实情 嗯 难得呀 难得 曹斌就是刘洋伟的前身 秦莫旧贵系军阀将领 莫荣心 正是曹斌的转世 明武宗时的吏部尚书刘健 也是刘洋伟的前身 道胜一枝梅中天机门的柳书 正是刘健的化名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集再会 若喜欢这个视频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 关义千精彩的前世今生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